這條是說有一個Retectic Color Coil 進入一個Uniformated B-Fuel 問你裡面的Current的變化是如何流行 我們最熟悉的條件就是 這個Curcure experience 到的Changing B-Fuel 它便是Induced Current 在這裏面有一件事是扮演電池 我們稱為Induced CMF 其中一件是Moving Metal Bar in a Matic Field 我先記住 當然如果你想有Induced Current的話 就要在Combage Tracker裏面 我們試用這個想法去考慮 第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有一個Metal Coil 這個Metal Coil 現在它便會走進去 它便會走進去Matic Field 走進去的時候 你便會想一想 走進去的時候 哪一個位置會感受到 這個Changing Matic Field 我們可以將Metal Coil 進去Matic Field的時候 將它斬開幾折 就是這樣斬開幾折 第一件事就是 當你還未進去Matic Field的時候 當你還未進去Matic Field的時候 第一個區域 為什麼我會這樣斬? 你和我數一數 裡面有幾個B Field 讓我給大家看見 一個交叉代表一個Tesla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裡面是沒有任何交叉的 0個交叉 即是0個 這些我為之一個交叉 就是Into Paper的B Field是0個 這個位置也是0個 然後我當它一秒鐘 一秒鐘 它就會以半個長方形 進去交叉 當你半個長方形進去交叉 當你半個長方形進去交叉 我便數到它 一二三四五 現在它有五個交叉 紅色那個 也是一秒鐘再多走半個長方形 所以它便數到十個交叉 然後去到藍色的這個位置 都有十個交叉 那如果我們只是看看 有幾個B Field 就有以下這個數字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東西 是看看有幾多個 Changing B Field 的轉變 所以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的B Field是沒有變過的 它的Changing B Field 其實是0的 是0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寫 Change的意思 Change 在我們稱之為三角形 B Field 就是Delta B B 就是等於0 如果你沒有春春 B Field的話 這個位置 不會有Induced Current 所以這個位置的Induced Current 是0的 是沒有任何Induced Current 那0的話 要不就是這個位置 不知能不能看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所以A的部分 你進去的時候 它已經說它有Induced Current 那就一定是錯的 好了 然後我們看看這裡 這裡 哪個位置 有Changing B Field 是多少呢 我們看看 一開始的時候 還沒進去的時候 你有0個交叉 你進去這個位置 這一刻 其實就有5個交叉 即是說這裡 黑色的這個位置 準備進去的時候 進去半格 其實這裡 你會多了5個交叉 好了 然後你再由黑色的這個5個交叉 進去紅色的時候 是10個交叉 你也是多了5個交叉 所以你黑色去到紅色這個位置 都是多了5個交叉 好了 那你由紅色再進去 這裡已經是10個交叉 藍色再多了半格 是10個交叉 那你會見到 原來這裡 就會沒有任何的Changing B Field 當你整個框框 進去裡面的話 在裡面走的話 就不會有任何交叉 好 那我們就處理哪個位置 多了5個交叉 多了5個交叉的位置 多了5個交叉的位置 現在就是 你現在進去這一刻 起點在這裡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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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黑色 我畫的這個位置 是中間的 OK 進去5個交叉 接著就去到紅色的這個位置 當你開始進去藍色 紅色進去 紅色進去 這裡才有個Changing B Field 有Changing B Field的話 就會有一個Induced Current 來Oppos 所以 就是紅色的這一間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其實是 是零 DELTA B 是零 的話 就不會有Induced Current 就在這裡 OK 藍色 到最後 同樣的道理 當你的B Field 當你的Coil 在B Field裡面 接著 它現在 出 到黑色這個位置 全部出 這個位置 用綠色 這個位置有一個 DELTA B DELTA B 就開始少了交叉 不知道同學還記得嗎 一進一出 那個Induced Current 是會相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進去的時候 你是多著 B Field 多著Into Paper的Matic Field 出進來的時候 是少著Into Paper的B Field 所以 Induced Current 其實對抗的東西 是不同的 這個 Induced Current 就會相反 好 到最後 當你出去了 出去了 那個B Field 就會平 所以 這個答案 就會是C 好 我們 轉入多一點 就是 想知道 它裡面的Induced Current 是怎樣 現在你也知道 只有2號位 和4號位 才有Induced Current 即2號位 就是這裡 2號位 這個位 就是2號位 這個位 就是4號位 一進一出 就有兩下的Induced Current 好 2號位 進去的時候 Induced Current 是怎樣流 我們都可以用 Lens Law 這個概念 Lens Law 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為什麼呢 你進去的時候 多了五個靠差 即是 Delta B 是正數 即是我們所說的 多了五個靠差 是Increasing Magnetic Field 我們就要做一個 Into Paper 相反的BVA 即是Out Of Paper 即是Out Of Paper 如果你要做一個 Out Of Paper 你用回 Right Hand Screw Rule 這個方向 就會留這個方向 好 然後 當你出去了的時候 出去了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就是 你的Delta B 其實是負數來的 你是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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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 好 如果你是在少 交叉 我們就要補一些交叉 給它 補一些交叉 給它 所以 如果補一些交叉 給它的話 用回 Wing Hand Screw 就會做到 Induced Current 就是這樣 你看到 Induced Current 剛剛好 是相反了 所以也解釋了 這兩個位置是相反的 好了 三號位 三號位 不用擔心 Delta B 是零 所以Induced Current 也會是零 同學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去想 這個位置比較難 所以要講講 就是Moveing Metal Bar In A Magnetic Field 即是哪一個 在扮演電池 剛才我們都是由 2號位和4號位 入手 2號位 哪一個Barman 是在Moveing 在Matic Field 其實只有一條 就是這條 就是紅色的這條 我們會用左手 用左手 看一看 剛才的Barman 現在是向右 V是向這邊 所以Motion 我們叫F 或者Motion Motion 就是手指弓 B Field 就是放進B Field 所以Current 就是流向上方 Current 流向上方 Current 流向上方 即是Current 這樣流 即是 它裡面會把電子 把Current 放上去 剛才看到我 為何不說電子 因為電子 其實是相反方向 例如你這麼亂 我就當是Current 放上去 之後 其他的路 就跟著 紅色的這個旋轉 就可以了 只有紅色的這個位 Current 放上去 其他就流下去 就像水波一樣 放的只有一個位 其他就順著 好 接著 我們就看看 下面 第四個 第四個 我畫得不好 我當 為甚麼 因為它已經出來了 OK 我應該畫 少許 這樣 好少少 OK 你會見到 哪一個的 Moving Bar Manner 是Enematic Field 其實也是紅色的這一條 你自己做多次 FBI 的話 OK Motion B Field 其實都是同一隻手 對不對 紅色的這個棍 都是走到右邊 OK 然後 Motion 走到右邊 你的B Field 都在進去 那你的Current 就抄回去 就是向上 但這次有點不同 因為這次是 這個 紅色 如果浸上去的話 黑色 其餘的部分 順著小 這樣留 它就會這樣 藍色 就順著小 你看到嗎 就已經倒轉了 好了 那你就已經發現到 Indust-Current 就倒轉了 最多同學同學會想 一個最奇怪的 為什麼一三會沒有 OK 一容易解釋一點 因為你任何的 任何的Muving Metal Bar Muving Metal Bar 你見不見到它 它不在B Field裡面 所以這裏是做不到 一個Bump的角色 沒有的 是沒有任何的 水泵 泵下去 好了 那三個呢 那三個呢 這兩條呢 那這樣怎麼處理呢 跟二號處理方式 其實是一樣 如果你這個Bar Manet 在那個B Field裡面 是向右走的話 記不記得我用這隻手 所以水泵是泵在這裏 但同一時間 這個位 都是一個Bar Manet In a Manetic Field 好了 這條巴都是向右走 都是B Field 放進去裏面 所以Current 都會向上 這兩個水泵 互相之間有衝突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兩個水泵 泵它向上的話 就好像一個電池 這樣放 因為這個電池 就是泵水泵 其實這兩條是一樣的 當然它在B Field裡面 在扮演這個電池角色 好了 所以這裏就好像 現在有兩顆電池 這樣放 如果兩顆電池是這樣放 這邊又是正 這邊又是正 那麼這兩個電池的水泵 力 一定要互相Cancel 互相Cancel 互相Cancel 那麼這裏中間就沒有力了 OK 那我們就可以解決了 用Moving Bar Manet In a Magnetic Field 去解決了Induced Current 記不記得上一節我講了Lens Lock 今次講了Moving Bar Metal Bar 兩樣都重要的 但是你做的時候 就可以用自己的想法 喜歡哪個方法做都可以